大家好 歡迎大家看這條片 後面就夜景了 當然有夜紛紛一分 是不是另一個講不完的題目呢? 就是每晚都可以去街上 變了夜紛紛 就是香港的夜景這麼為人 照計真是不錯的 這個想法 為什麼好像雷星大沒有雨點呢? 一個月過了 因為前個禮拜打了一條風 所以就停了一個禮拜 就是這樣停一停 12日本來還很熱鬧 就是中秋 之前是中秋兼12日 高潮之後就突然打了一場風 這樣 攤一攤之後 不知道早幾天怎麼辦呢? 接著這個禮拜周末又是繼續繽紛 但是這樣就已經做了一個月了 我看到有些新聞報道 有些訪問 攤檔說人流大減 預期都是這樣 就是你問他 有得做的 我猜是那些店舖是比較便宜的 攤檔那些也接電給他 跟我們以前那些夜市 夜市通常什麼都不理 你 只是小販 自己拿個汽油燈去 趙田街好 看相好 炒東西吃的 整衣服 我以前就帶了一點 事實上你妙街都是這樣的 有的 也都有些校圍 近女人街那些 其實香港常常有夜市的 但是打來打鼓 要搞繽紛的東西 就是香港電股的傑作 現在一個月過去了 是不是? 我們難免都要跟他計算數 究竟成效如何 這樣就算不定 他當然是成功的 是不是? 當然啦 我們的好處、壞處 也都不是有那麼多話說而已 是不是? 基本上已經說完了 甚至不多說而已 你見李家超那些 但是每個人就因為有了叫夜市的東西 就要有你沒有你 都要拉過來說一下 這樣才有趣 是不是? 變成了你不說繽紛的東西 就不是成為香港的一部分 但是你每天說都好 好像我們那樣 都叫做時事講 或拿來做話題 講了很多次 我們不說不行 因為他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 好啊 挽救經濟都靠他了 怎麼提起你的GDP 雖然所有都沒有你不同意 有息之事 馬仕肯說 不會多了一塊GDP的 日後不用 晚黑用了 都是香港人用了錢 消費了 是不是? 沒有增加過任何東西 不可以靠經濟 靠他 每個人都知道 為什麼還要說呢? 我們真是進入了一個很不實事 求是 是不是? 很假大空的一個時代 就是有些什麼呢 都是隨便找一件事講講開 講了就當做了 是不是? 有繽紛了 我們又成功了 我們經濟又好 市又很旺了 好像所有事情就有個繽紛的事情 香港的問題就消失了 那我就問你國安法水消了沒有?我們那些政治人物 抓了那些 算了 審判 現在還沒判 無緣無故已經三年了 黎智英還沒得審 這些不是香港的問題 不用管了 我絕對要顧著夜市 不可以這樣 但是很多人好像就是這樣了 其實就不是的 這些官是一雙情願 近來呢 一周 不是一周 一個月過呢 有些比較有趣的笑話 這幾天值得消遣一下它 比如剛剛才講完了 你根本就沒有事情要做的啦 基本上是不是? 那你各個各部門 都不知道怎樣的啦 是吧? 除了供水供電之外 這樣 回你什麼事? 但是竟然有人 曾國偉要推銷這個 曾國偉要推銷這個 什麼 區議會選舉嘛 那又是一樣 大家都知道會沒有人投票啦 都不知道怎樣的 還有上去參選那些 找不到提名人的 那經常說很完善 很正的 又是這樣啦 現在官方就包覽了所有 不討論 就是不需要討論的 官方定一性 大家要跟啦 大家的意思就是吃官方飯的人啦 是吧? 公務員啦 議員啦 個個出來 當然是說是好啊 正啊 設法之講的好啊 正啊 那我們這些為民請命的 是吧? 我們獨立的 媒體的人 別客觀講而已 是吧? 如果我講的不對 你也不高興啦 哇 你這樣抹黑他 是啊 我講的這些是常識來的 我又不是有什麼專長 我個人有些專長的 法律都是我專長的 但是這些是常識來的 我去看過了 是吧? 莫名其妙啊 我不去看 只是看你那些官方說話 曾國偉說什麼呢? 說會推出驅選夜紛紛 和市民零距離宣傳 那什麼事呢? 原來在那裡擺兩個攤 驅選九月展開了 九月尾 不斷加強了 除了社交媒體啊 傳統媒體啊 主動走進社區啊 是吧? 增加選舉熱分啊 是吧? 有些選舉小百科冷知識啊 還有呢 和香港夜紛紛 會有crossover 推出 推出這個叫做驅選夜紛紛 是吧?又掛橫雜呀 那樣又拍短片似的 唉 數十萬人工忍就想這些 都不是廢 不止你別人投了 就不知道你說什麼的是吧? 就是你搞驅選就搞驅選呀 那你就說ских了 沒什麼行做 令宵搞 ז囉 放攤宣傳呢 燃燒過了啦 過了啦 沒辦法 那就好了 那就算了 那有一堆東西 好了 官方 你問問這個楊潤雄 楊潤雄走去什麼呢 去天文台14號 就是上個星期六 天文堂 太陽館藝術館看什麼特色活動 星空樂園 看天上的星光 參觀攤位夜遊戲 尖嘴那裡 很有香港特色藝術展 浪漫光影遊樂場活動 看到香港觀眾吞唱電腦 度過一個浪漫之夜 那就是夜繽紛啦 太空館藝術館長年有表演的啦 是不是? 好啦 他又拿來講啦 近日放輕桌球啊 那些他又拿來講啦 放輕桌球啊 限制啊 青少年啊 他又講啦 是不是? 還有呢 十一月在廟街 會有推廣 是不是? 那就會有看相啊 表演啊 從小到大都有啊 這些東西 不用你講啦 不用你講啦 是不是? 希望透過從地推 從推地道美食 辦表演 重新展現開設啦 就是搞苗街 那為什麼 跟著又說呢 苗街夜啊 到時就要叫那些居民僱住啊 呼籲商戶一人一步啊 這樣 就是說呢 會搞這些東西啦 是不是? 那麼西環又會過了 中秋 總之呢 這些東西呢 是不是? 就是呢 廟街水變身如海濱夜市 是不是? 他在無線節目講清楚講錯 講的 是不是? 那麼我真的不知道 很生氣還是好笑啦 我都是住 現在住北區啦 從小就住港島啦 從小就住港島啦 從小的時候就去大日地多的 廟街當然偶然都會經過 是不是? 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夜繽紛的地方 從小到大都是 不用你介紹 那麼你竟然走去我重新介紹 搞的 那是不是真的沒有事情做到這樣? 沒有辦法到這樣? 是不是? 整個政府就是這樣啦 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做 就是 因為這個李家超搞的 搞夜市這樣就好 就是 看到整個這樣的感覺 這個政府是完全不知道怎樣的 就是 不知道怎樣應對整個社會現在的氣氛啦 那現在的氣氛 除了政治就是經濟啦 經濟很不妥啦 樓價一直就這樣跌啦 那就整天追著想說 想說取消這個辣椒 好像取消辣椒就什麼都行 取消了之後不行 那就怎麼樣呢?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不知道怎樣的 那好了 夜繽紛經濟會怎樣的 不行喔 又不知道怎樣的 繼續繽紛啦 是吧? 現在已經是十月了 很快又十一月 十二月 那就過年了 聖誕了 聖誕又夜繽紛啦 是吧? 就事如此啦 是吧? 當然你說是不是維持上早呢?判定這個野芬芬是失敗呢? 我說從他未開始我已經判定他失敗了,不過現在看著他進度 現在去到十月中了,整個月了,滿一個月了 再看看他們說些什麼,如何繼續吹高你的溫溫 完全沒有,也沒有什麼想要再補充了 一個月前就認為他開檔就死了,現在正常是這樣 還有現在還沒完的,搞到年尾的,只能夠預期他越搞越尾 香港人自求多福,我們不需要有夜芬芬的 如果你的政治清明,人家生活愉快的,經濟好的,人家錢開心的 至於如果你說樣樣都不舒服,不開心,那你就不會解決那些不舒服的問題 或者政治上你不改進,管治也不改進 而明明搞一個繽紛的東西,一劈垃圾,一劈屎一樣 但是沒有想過怎麼改變他,也可能沒有辦法怎麼改變他 就是這樣了,我們唯有繼續看著這個夜晚這個美麗的景色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我跟大家都分享到的 我們只要走上山,看下來太平山下,或者走上海濱 看下我們的維多利亞港,其實我們自然就覺得舒服和開心了 就算沒有這個夜芬芬芬,反而這些暑假的 那些甚麼暑假的,吵圈巴閉的夜市 它不會很久的 大家如果因此去開,以前小的海邊走 現在發覺原來海邊是這麼好的 那我們就希望,一些建議早點結束了這些 我們頑固一個寧靜的維多利亞、海濱、海濱 我們就在那裡跑步、做一些文娛活動 可能有人唱歌、有人畫畫 本來海濱是給你這樣用的 現在這個繽紛的東西終歸都是很失敗的 大家不用緊張,你當它好像去年新冠肺炎那樣 是很煩的,現在政府搞的事情都很煩的 但是不能持久,快就消失了 我們繼續愛我們香港的海濱 我們由此發覺原來海濱是很安靜的 搞了一輪的繽紛之後搞到全部閘光了 現在沒有了,將來我們回復正常的海濱 不用錢的,當然這些沒有經濟效益 但是我們開心就可以了 大家開心,敗戶我們的社會 那就已經夠了,能理得當政那些人 能理得他怎樣?能理得他這個混蛋 好了,多謝大家